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了 人家只保你开箱视频 到你手的时候是活的 对吧 没有人就是说养一个月之后你死了你去找 然后还给你做守候的 没有啊 所以说呢 正常你淘宝买了一只龟 然后回家状态你发现越养越差 就从一开始就从来没好过 一直都很差 然后越养越差 养了一个月 两月之后死了 死了啊 那么我刚才第一条说了 龟的这个生命力是很蓝强的 如果在他有病的情况下 在他或者环境不适的情况下 他能坚持很久不死 死的很慢 不是说马上有病 马上不行了 就立刻就死了 一天两天就死了 不是这样的啊 龟他可以扛很久的 所以说呢 有可能 在到你手的时候 这就是 已经是有病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你以为是自己不行 自己的 养的问题 是吧 但其实 龟跟结底是什么 是你当时贪便宜了 对吧 还是有问题的 贪便宜了 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商家来讲 那我是这个商家的话 这个龟 我花50块钱买的 他现在要死了 要不行了 那我是会赔50块钱 但是我现在我30块钱把它卖了 如果说到你手里的时候 那我还是有这个 到你手里还活着的话 那我最起码回了30块钱 我不是很亏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是死完 那死就死呗 反正早晚都得死 对吧 就是早死完死的问题 我也不觉得心疼 这就是 如果他贪便宜的话 可能就会因为这样上当受骗 所以说 你千万不要因为便宜而买 而且这个道理 不只是买龟 你买什么东西 都不要因为贪便宜去买这个东西 你就记得 便宜没好过 然后 还可以跟大家多说几句 就是 我最近也卖了一些龟 比如说 你看我朋友圈 一个摄像卖多少 卖130 是不是 贵不贵 贵 真贵 一个小苗子 但是你要是找 但是我那个是亚成啊 都已经八厘米 八九厘米了 如果你找我买小苗子的话 我就是没有小苗子 我也可以小苗子卖你多少钱的 卖五十六十的 是不是 就正常的淘宝那个价 因为小苗子来 我说实话也便宜 但是亚成养到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再卖给你 这一年时间呢 归粮钱 水钱 电钱 电费 是吧 然后那个人工钱 得有人养啊 没有人养那行吗 那这些钱加一块 那怎么不得贴一点 是不是 你让那些卖苗子的商家 你让他们养一年再卖给你 那你说他得不得5个倍 对吧 那60块钱 苗子60块钱 他卖给你的时候得不得100块钱 是不是 而且苗子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说实话 苗子得病的时候 其实挺容易出问题的 挺容易出问题 但是亚成相比的就是 能皮是很多很多 就是大鬼一般不会轻易得病死了 但是苗子有时候得病 就很容易就死 而在苗子养成亚成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块 如果我10个射箱小苗子 我也是四五十块钱来的 对吧 卖60 很快就卖出去了 但是射箱小苗子 我要是把它养大的话 再厉害的人也不敢保证 我这些小苗子 再厉害的人养苗子 也不敢说这个小苗子 就是一个的不死 只能说可能有的人死的多 有的人死的少 但是他不敢说 我就肯定不死 一个都不死 那不可能的 谁也不敢那么说 就多少都会有损耗的 是吧 那这些损耗的钱 谁来给呢 是不是 所以说养的压长 他不是说就是瞎要的 就是随便就要那么多钱的 说有点多 咱们买 咱们买 咱们说第三点 第三点叫不要着急买水参 或难养的品种 这个水参不是指 养的那个环境水要神 不是指养的环境水要神 就是懂吧水参 什么叫水参 就是说吸收 你本来了解的就少了 你就别去趟这趟混水了 行不行 就买点那种比较清晰的品种 什么叫比较清晰 你比如说那个射枪 比如说这个剃刀 对吧 比如说那个大鳄 没有什么 就是别的说法 就很清晰 那些水深的比较 那些水比较深的那种环 你比如什么呢 比如这个佛鳄 对吧 比如南美鳄龟 南美鳄龟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南美鳄龟 我都不知道 南美鳄龟 再比如说这个 某半水龟 比如什么安娜 什么台 安徽 台湾 对吧 但是我没有那个 水比较深 还有比如什么福建鸟 越南鸟 就是天上飞的那种鸟 你知道吧 下山的人种 水比较深 是吧 你再比如 算了不比如了 就是你知道 然后一些难养的品种 一些难养的 刚才是水深的 还有一些比较难养的 比如什么难养的 侧井类的水龟 侧井类的水龟 相比于别的水龟 侧井类 什么黄头侧井 西非侧井 东非侧井 还有元澳什么的这些 相比于别的那个水龟 缺微的有那么一点的难度 所以你在入这种品种的时候 比较难养的 或者水比较深的这个品种的时候 不是说你不可以买 我这条说的是不要着急买 就不是说你不可以买 但是一定要买这些 做足了功课 好吧 答应我 你在买这些品种的时候 一定要做足了功课 千万别什么都不知道 就梦了头就去买 那你不骗你骗谁呀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功课 你就虚心点 你卸手你就多学一点 是不是 了解的多了 就骗不了你了 还有 那个保育类的品种 一定要有许可证的考虑 一切行动 咱们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最新修订版 好了 然后那个 现在在给大家看什么 今天这个喂食 我刚才都撒了一点桂梁 然后那个马塔 昨天也喂泥秀了 今天就不喂它了 然后这个黄泽 你看黄泽状态越来越好 这只也是黄泽 这里面这只 这只是我刚拿到家不到一个小时的 不到一个小时 刚到家不到一个小时 不错 它拉石了好像 给大家试试它能不能开始 但是我这个角度看不着它 你看 一样追食 就这个刚到家不到一个小时 不幸看我朋友圈 现在是 现在几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下午的1点 1点54看了吧 对不起 下午1点54 看到了没 下午1点54 下午1点54 我是今天是 刚发了朋友圈 5月 5月21号 刚发了朋友圈 刚拿到家不到一个小时 我刚才发朋友圈的时候 还在盒子里装 你看我刚拿回来就直接就 开始养定 但虽然因为这是施洗店 因为就是不存在那个快递的问题 但是主要想给大家表一下 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 因为我是坐公交车回来的今天 不舍得打车了 打车太贵了 坐公交车坐了一个小时 然后晃了一个小时 你看拿回来一样 就是很快就适应了 所以这就是那个养定的个体 卧槽它怎么也吃屎了 所以说这个养定的个体 和那个小苗子 它那个养定的 还是这种养定的亚成 比较好养啊 比较好养活 然后这只已经卖出去了 这是那个 嗯它已经买了 然后暂时放在我这 先给它养到今天5月20月 养到6月份 养到月末吧 然后再给它发货 我这养到可以养啊 如果我在这期间的时候 大家一起看这个视频 如果这个龟被我养死了 那我就忍痛把这只给它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些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虞斯基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 拜拜 然后你如果现在打开了我的视频 那么这期刚开头 就会让你大饱也服 为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马塔拉屎了 你看这个 哎呦我去 哎呦我操 你看这个屎 这么大的一坨屎 看 就是马塔 能吃能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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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